这就是传承水晶球吗 皇位对你来说 就是手道青睐 若有强尸是宇宙的铁律 你改不了 姜天辰也改不了 你知道你摄持的骗局 害死了多少人吗 主人 此时到此为止 我可以决定你的生死 这就是运轴的力量吗 我自由了 洛峰已濒临极限 是 全员撤退 布洛林 为什么停火了 皇武团已经得到密码 无需再和你保持合作关系 我们也就没有帮你消灭 罗峰的必要 罗峰多次阻碍皇武团行动 你的部下都因此死伤不少 不杀 恐怕整个皇武团 都咽不下这口气 你愿意协助我们 是出于对罗峰的私怨 咽不下这口气的 恐怕是你才对 你才对罗峰的身份 你协助你们 然后再打个邏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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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已结束 争夺皇位的最佳筹码 已掌握在我们手中 你要是破坏秦战协定 只是谈判成果流失 才是真正丢我皇武团的脸面 怎么回事 公事突然停止了 三虎山与皇武团在对台中达成一致 三虎山成员立即停止攻击行为 违规方阵 三虎山成员立即停止攻击行为 违规方阵 既然已经和对方停战 让我们即刻撤离群线 恭喜恭喜 诸位能从数十万鬼魔的厮杀之中存活下来 批是毫无争议的强者 所以你们已经拥有了成为主人陪葬品的资 老大 你们看 戒中戒核心地带 到了 各大组织的人全在这里 难道宝藏就在那座神宝这 是各大组织发来的 北龙城已经发现了宝藏的所在 在大量招募成员 其他势力也是一样 都在积极扩充战力 不过 却没有三虎山 真的没有 怎么回事 是盖药 你们都还安全 太好了 我刚刚才忙碌完 于是赶紧联系你们 谢谢 我们没事 对了 我们收到了各大势力的招募讯息 发现唯独没有三虎山的 三虎山向来不轻易培养新人 因此这次参加考核的冒险者人数寥寥 在他们二十万的大部队到来之前 还行不成势力 我已经把你们的讯息上报了 你们可以加入我北龙城了 因为之前不确定北龙城能否接收我们 所以先加入了三虎山 不碍事 就算不加入 你也可以暂时与我们达成合作关系 这样你能获得双重庇护 北龙城也能多一份力量 好 你们到北龙城基地跟我会合吧 罗峰 这雷霆世界的创造者名为卡布 已经死去千万年了 死前将巨量宝物藏在这城堡中 但各方势力都不敢率先动手 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到了 你们暂时就列入第十八防阵 他们都是 和你一样都是人类 不过也不完全一样 人类种族在宇宙中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系 以各自的方式进化了亿万年 我给宇宙人类的进化体系做了一个分类 拥有高贵血统 能迅速以宇宙能量提升进化的 各位神话超人仪器 以先进的生物技术 将机械科技融入肉身来增强实力的 各位神话机械仪器 与妖兽基因融合而获得兽化能力的 各位兽化基因一系 因为自身基因突变而自然变异的 各位变种人族一系 你刚刚看到的 就是生化机械人类 原来如此 快看 黄魔团 拜见九皇女殿下 我 帝夺九皇女部落灵 必要夺得这宝藏 当我者 死 死 现在我宣布 界中界核心的蓝色城堡区域 由帝国皇武团控制 任何势力和个人都不得靠近 不落灵 皇武团这是公然与所有势力对抗 它哪来的底气 九皇女殿下 你想独吞宝物 我北龙城 你给杀了 他没关系救命 你都死了 你都死了 他到底是 老王 老王 是那个杀了虎克的皇武团混蛋 是那个杀了虎克的皇武团混蛋 这是C二级雷射枪 一枪可以击杀宇宙级二级武者 更遑论你们这群区区平行级的冒险者 这就是对抗皇武团的下场 而这样的武器 颇有九把 现在 还有谁不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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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那你不认识 谁敢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我的同类 你们是为主人的宝物而来的吧 主人的宝物很多 看 一共六十八主 三百一十二剑 传说隐藏着顶级空间秘法的传承水晶球 果然在这里 宝物后标注的剑矿石 是什么 剑矿石是剑中剑特有的一种矿石 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用剑矿石来兑换保护 这下宝物就不是布洛林独阵 剑矿石的能量很低 为了方便你们寻找 我会给你们分布图 快将地图下来 整个剑中剑分为二十六块区域 剑矿石就分散在这其中 我不管你们是如何取得剑矿石的 想得到宝贝 就去拼吧 除了用剑矿石兑换 任何人都无法获得保护 剑中剑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绝对公平 我在城堡中等人们 后将规矩 争夺剑矿石就是弱肉强食 这五大人揭开了乱局啊 布洛林 我不论你用什么手段 都要把传承水晶球弄到手 如果外公能凭着空间密法突破 并能助你打败你那几个哥哥 夺得皇位 是 外公 鬼司 我防武团目前的人手 无法占领全部区域 只能抓大放小 你带上第二级类射枪 以每队三百人为单位 分十小队 前往东部借矿石最多的区域 如果有其他组织占领 是啊 是 出发 白虎龙 以每队二百人为单位 出发 黑云会出发 是 大哥二哥 在乌大人的清单里 我看中了能轰杀玉主六阶强者的第六级轨道炮 诺兰山是宇宙级九阶 有了他 蠢 你用第六级轨道炮杀诺兰山是最没性价比的 其实 当初找宇宙晶石 我曾探测到两株区域有介矿石 当时以为他不值钱就没在意 我估算了下 那两株的介矿石数量够兑换生命果实 生命果实的能量精准无比 你们的身体无法承受 但魔灵层 却能凭此进化至宇宙级 宇宙级 那在界中间 岂不是横着走 到时 我们能挖到更多界矿石 随便兑换一件宝物 在外民换的钱 都能买到伤斗蓝山的武器 先投资 再高回报 好计则 雷龙城 出发 我们行径党没有其他势力的地方 再脱离北龙城行动 各组织行动了 黄武团占领了核心地带的东部区域 北龙城和白虎楼 各自占领西北和西南 我三府山大军差不多也该经营接种情 盯住黄武团动向 二百万大军都进入截中间了 快杀起来吧 这里可有一千万年 没那么热闹了 去看看 这么些天了 那群小家伙儿也该死了 开始杀人了 让我看看 黄武团驻地 世心味十足 居然敢脱离北龙城单独行动 真是成祸 加上这空间戒指里的借矿石 我黄武团 却有三百万借矿石了 另一边 北龙城的主力 已进入矿区 开始占领与挖掘 至于白虎楼 仇宇 偷偷摸摸 急鸣狗盗 这个钻洞石 东风 三点钟方向 二十公里半文类 有界矿石 铁南河 二十公里半文类 阿古 不准备 傻星記2階就有雷電這魚 這小子可真有趣 怎麼了 下一株挖掘点是一株山脉 需要耗时三十八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 我们走 看来我很快就有乐子了 这是藤万类生物严深而过的痕迹 是摩云藤 宇宙中摩云藤较为罕见 在雷亭世界我只见过罗锋友 他们来过这儿了 看尊落数量还是小队相同 展示各组织分布显示 核心地带都被其他组织占领 他们很可能已经前往外围地区 从盖地出发规划路径 他们最大可能出现在山脉地区 显示白虎龙大军行军路径 白虎龙大军没往山脉地区走 如此 我能用的只有自己的小队 不如往这儿看看 往山脉方向的是诺兰山家族 两家我帮你 这样westor 不要搞這一招 虎龙大军行刺 我也要这种 招 donc